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连神法王卢盛燕 在彩虹雷脏寺大黑天 护魔法会当中 谈到了修行的火猴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 连神法王卢盛燕的宝贵开示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四神族 那么这里面包含密教 跟佛教里面的显密 还有道家 所有的功夫都在这里面 其中有一个不能教的 就是什么 火猴 火猴吧 火猴 火猴 这个东西很难教 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 像异神族呢 有人求这个 很多人求他的这个钱财 很多人也求这个姻缘 很多人也求子女 很多人也求这个 求这个公民 地位 财 社 民 食 税 很多人都在求 但是呢 但是呢 你必须要有自己有功夫 你自己修出功夫没有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像一个女生 喜欢一个男生 但是他修 但是他修 修的功夫到了 他出阴神 出去 这个进入这个男生的脑袋 让那个男生每天只要他一想就想到那个女生 他自然能够很抓住那个男生的那个 那个呢 因为整个脑海全部 只要眼睛一闭就想到那个女生啊 为什么会想到那个女生 因为这个女生啊 出阴神啊 进到他的脑海里面 把他的脑海给他充满了 他不能再想别人啊 一想别人就头痛了 一想那个女生 他就很快乐啊 这个非他 非他莫其 非他莫其 他那个男生想嘛 男生因为脑海里面都充满了那个女生啊 非他莫其 这个就是一神主 很厉害的 你有没有那个办法呢 有那个办法一定如意 所以叫做如是如意族 这样大家明白什么叫如意族 就是神主 就是神主 我们来的变迷 博斯的真佛宗道场 圆池堂 原神法王在10月22日第一次清零了这里 慈悲的师尊一进门就先为圆池堂看风水 之后为坛城开光 澳洲的博斯在每一年的世界最佳居住城市的平底当中都是名列前茅 而在这里有圆池堂能够同修真佛秘法 必能感应道交 圆池堂的礼师们一一地向师尊献哈达和供养 之后师尊也特别以摇金刚铃来加持大众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还有各位同门 圆池堂 堂主 还有圆池堂 所有的这个礼事 建设 所有同门 早晨 这是我个人第一次来到这个 还有帕斯 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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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帕斯 还有帕斯 帕斯 第一次到圆池堂 谢谢师尊 这个敬堂的这个感觉 觉得气象一心 这个金碧非凡 唐里的这个佛菩萨 非常的灵感 非常的灵感 灵气非常的充沛 灵气非常的充沛 那么有向上发展的这个形式在里面 向上发展的形式在里面 将来一定会有这个延迟雷杖式 不但是一定有 而且是一定好 将来这个延迟雷杖式呢 也是杜众无量 大家晓得 师尊以前皈依过一个密教的上师 叫朴方上师 朴方 那朴方上师呢 他给我的法号 就是圆满的圆 这个池堂的池 就是圆池 这个圆池堂 圆池两个字 是我的法号 是我的法号 所以将来呢 这个大家 本来密教的都有四个字 像在藏密啊 都是四个字 像图灯达吉啊 这个图灯尼玛 这个图灯爹地啊 爹地就是father 图灯达吉啊 那其实我一样有四个字 叫图灯奇谋 那么以后呢 大家也可以称我是 圆池连生 圆池啊 圆池 这圆圆的池子里面 有连发 连发 这个长生 连发长长的 生在那 这叫圆池连生 非常好 那么第一次到这里 这个问一下 有人问 这个 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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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产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人就回答 就讲说 苍蝇 但是现在没有感觉到有苍蝇啊 快有啦 下飞机的时候就有很多苍蝇 这由苍蝇呢就想到两个笑话了 那么第一个呢是说 有两个剑士 这个剑士 就是这武士啦 武士 他们拿着刀的 这个是武艺非常高强 一个是天下第一高手 第二个也叫做天下第一高手 他两个天下第一高手 有一天他们终于碰面 他碰面了 他们就讲说 两个都是第一 这一定要比一个高下 不能有一个第一 两个都是第一的 他们就是开始比 一个呢 他把这个 这个拔 拔这个剑拔出来 咻咻 这两响 就悉空之中就掉下一只苍蝇 哇 哇 这个大家通通都觉得 哇 咻咻两声 这个苍蝇就掉下来 可见他的这个剑呢 非常的立 而且呢 非常的准 快 横 跟准 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笑一笑 这个第二个 一样的叙叙两声 哇 咻 也没有看到苍蝇掉下来 那苍蝇还是在那边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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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笑说那个第二个 一定是第二名啊 第一个一定是第一高手 第二个 他没有把苍蝇给他咻咻两声就掉下来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就说 那么你们啊 不相信我的厉害 把那个是苍蝇抓来 抓来看你就知道了 这个抓来一看 哇 这个苍蝇少了两粒 还在飞呀 但是那两粒已经不见了 还是第二个那个是 第一高手 还是第一高手 这是苍蝇 苍蝇的笑话 还有我以前也讲过一个苍蝇的笑话 那有一只苍蝇呢 它是经常在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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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舱馆 这样的 在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的苍蝇 有一只苍蝇呢 是在厕所里面 飞来飞去的 飞来飞去的 第一只苍蝇啊 苍馆的苍蝇 就跟厕所的苍蝇讲 他说你为什么不到这个苍馆来 这个苍馆啊 这个吃香喝辣 什么东西都有得吃 你为什么偏偏躲在这个厕所里面 你看厕所很dirty很脏 第二只苍蝇就讲了 他说你哪里知道 你只会吃香喝辣 但是呢 你能够看到那些很多的白屁股吗 这是第二只苍蝇 他讲了 所以啊 一句话讲 人各有志 人各有志 苍蝇也是各有各的这个志 志向中顶山林 人各有志 不可强也 这个是红尘手 这样的红尘手 中国以前封面 中顶山林 人各有志 不可强也 联申法王卢盛宴 为了利益众生 关心全球弟子 将在十月份前往纽约 及美东红法 主持法会以及巡礼道场 联申法王卢盛宴红法行程 欢迎您参考真博报 及台湾雷藏寺网路直播 详情请电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联申活佛卢盛宴 从26岁学佛至今 渡人无数 神变感应事迹 多得数也数不清 一本真人真事的记录 一本不可思议的 如来大神通 卢盛宴文集第223册 无上殊胜的感应 正式推出 所以我们密教里面讲 这个 十论金刚本意法不是讲的吗 这个 任运 在任运的时候啊 就叫做Nature 就叫做自然 我们凡事啊 要任运 自然 不要勉强 不要太过勉强 因为勉强啊 就容易 有事情发生 那么我们随顺自然 随顺自然 任运 但是这样子的 随顺自然 任运啊 要跟这个 有点关系的 跟光明 有点关系的 你必须要 心中 有了光明 随着光明 去任运 这样子的自然 跟任运 才是好的 人要心中有光明 心中有光 随着光 那么去任运 这个光明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在 这一次来 Australia 到Sherry 到Morford 然后到了 这个 博士 到盐池堂 这个是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 那觉得 这个 这里的人情 非常的龙 非常的龙 那么刚刚问了 这个我们住持 几岁 这是秘密 可以公开的 可以公开 他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 这个 他是 六十八 六十八 那旁边坐的 这位 李氏 是 六十七 六十七 那师尊 刚好排在 小老弟 六十六 那师尊是小老弟 他们两个都很年轻 师尊比较老 不可以师尊年轻 谢谢 谢谢 那么 唐族有讲 我们在这里的 都是老弟子 那老弟子呢 就是表示 他道心很坚固的弟子 都是道心很坚固的 看到吗 道心很坚固 那个恒常羞耻 我又问啊 你们一个礼拜同修几次 他讲三次 哇 这个是不得了的 这个很少有这个堂啊 一个礼拜同修三次的 因为他们没有事可以做了 年纪大了还做什么事情 不做事了啦 同修修行最重要 我们以前那个密教的一个祖师 曾经讲过 这个年纪轻的 要多文 多去听法 所有的 什么法都听 那么到了这个 中年啊 中年是什么 一法专修 一法专修 到了中年的时候啊 你就要把这些听来的 全部听来的法 选择一样你最投言的 最有言的 一法 你去深入去修 到了年纪大了 六十几啊 七十几 八十几 九十几 一百 一百以上 专门就修 能够往生净土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都听法 那么到了中年啊 就是一法专修 专修一法 最后到了老年啊 你就只有修往生就可以了 那么往生有两种 往生有两种 我们在密教里面啊 往生有两种 成佛有两种 一种就是中阴成佛 中阴成佛 一种呢 就是寄生成佛 寄生成佛 你不经过中阴 但是你已经成就了 你见到了佛性 你融入佛性 随佛性任运了 你就成佛 这叫寄生成佛 那什么叫做中阴成佛呢 什么叫做这个寄生成佛 两个不同 那今天就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中阴成佛 什么叫寄生成佛 那我们平时修相应法 密教都是叫做瑜伽 叫瑜伽 瑜伽 有时候叫做念诵法 念诵 什么叫念诵 就是想念 那么可诵 口诵意念想念 想念自己的本尊 想念自己的上师 想念自己的父法 那么口中呢 念咒 这个上师的咒 父法咒 跟本尊咒 这个就是修行 在这当中就叫做精进 随时随地 你想念自己的本尊 想念自己的上师 想念自己的父法 随时随地 你口诵上师咒 口诵本尊咒 口诵父法的咒 就是修行 这个时候啊 因为你嘴巴在念咒 就是口清静 意念想念着本尊 上师父法 就是意念清静 那么你身体 在修行当中 你又解手印 就是身清静 密教是依照这样子 去跟你的上师 跟你的本尊 跟你的父法去相应 所以叫做上师相应法 本尊相应法 父法相应法 相应两个字 就是瑜伽 就是yoga 那么你相应有什么好处 我们常常念着 齐亲上师加持 本尊色寿 父法永在 永待你 父法来永待你 上师来加持你 本尊来射受你 你相应了以后 你虽然没有寄身成佛 但是你跟上师合一 跟本尊合一 跟父法合一 就有很大很大的欲出 然后我们在 这个颜慈堂同修 就是祈求 上师给你加持 本尊给你射手 父法来永在你 那你相应了 将来有一天 你往生了 你的这个命气 命在你的心轮里面的命气 它已经久存了 一个一种的力量 一种力量 这一种力量 命气顺着中脉走 从顶峭这里 出来 这个时候啊 你突然间看到 上师的光 因为你有上师相应 上师的光在那里 你融入了上师的光 由上师的光给你接引到 马哈双联子 这样子的成佛 就叫做中阴成佛 那么你自己呢 如果跟本尊 非常的好 非常的投缘 修本尊法 你相应了 这时候你的命气 出来 顺着中脉走 到顶峭出去 你探见了 你的本尊在那里 它周围都是光芒 你如果融入了本尊 念本尊之后 融入本尊 你就到了本尊的净土 像你 我们简单讲一下 是阿弥陀佛 放光来接引 那么你的命气 融入了阿弥陀佛的光里面 阿弥陀佛 升上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化身 这个就叫做中阴成佛 就叫做中阴成佛 各位观众 《联申法王》卢盛宴 美东红法行程详情请殿 049-2312-992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